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特别理想 特别在防守当中呢 他去打了折扣 幸亏的是赢了 当然那个阿森纳在第一轮表现也是不错 由于的某种原因有个别强队的比赛改期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只能抽个别队进行一个预估 除了几个强队 我觉得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的生班马 每年的生班马呢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用对手不了点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打起乱棍 所谓的乱棍打死老师傅 有的时候还真是抢点分的 当然这里面呢 你打乱棍也都有基本的水平啊 你比方说生班马 李自连 富勒姆和西布朗 这几个队呢 我比较看好那个李自连 尽管第一轮呢 他那个队六五的时候是输球 但总体表现和整体实力呢 我觉得李自连队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所以说呢 第二轮他对着富勒姆的时候 我倒觉得李自连队的可以寄予厚望 在第二轮的比赛关当中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提的就是说埃福顿 埃福顿的第一 赢一个四年场球 我觉得他表现得相当的突出 除了这个徐弟 包括安长多地 在指挥的关当中呢 也是很稳定 伊斯利岛的这个关当中呢 队员表现得也是很突出 把握机会也把握得很好 那这一轮呢 他是对着西布朗 所以说 我觉得第二轮的时候 阿富顿的这个主场对着西布朗 是记得期待的 其实第二轮的这个比赛里面 可能重头戏的切尔西对着利物浦 切尔西今年他本身的这个 原因结构里面有很大的变化 进来了好多名牌的队员 从实力的这个关当中呢 我觉得他值得去磨合 那利物浦这一轮呢 对着客场的对着这个切尔西呢 我觉得水平弱 所以按我去预估的那不相百重 切尔西对着利物浦这个球呢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利物浦的 被人看高一点 但我觉得这场球里面呢 切尔西对利物浦应该是五五开会 比较合适一些 终上所述 第二轮的比赛里面 我归纳一下啊 我比较看到李志连 对富含那场球的 看到李志连 爱佛顿对着西布朗那场球呢 我觉得那个爱佛顿的优势 比较明显一些 切尔西对这个利物浦来的那场球 利物浦打这个课长 以第一场球 利物浦的整体状态各方面来讲呢 我觉得切尔西最起码可以保零